小時候, 爸爸媽媽都很忙 而照顧我這個責任, 就交了給婆婆你 我記得小時候, 我挺頑皮的 又不用心讀書, 你還經常會罵我 我知道你最擔心的是我 你擔心我連養活自己的能力也沒有 在我們相處這麼多年裡 我很少見到婆婆你笑 但有兩次, 你笑得特別開心, 特別燦爛 有一次在春天的時候 你接我放學之後, 我們去了一個公園坐 你看到整個公園都開滿了花 你笑得很開心 另外還有一次, 我們一起吃完飯 在那裡看電視 當時電視播出一個北海道下雪的畫面 你看到之後, 又笑得很開心 這次是我見到你第二次笑 從那天開始, 我就立下決心 將來賺到錢, 一定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又可以看到開花, 又可以看到落雪 到時候, 你一定會笑得更開心 更加燦爛 我把我這個心願告訴你 然後你就說我了 傻子來的, 春天開花的時候 根本不會下雪 而冬天下雪的時候, 更加不可能會開花 而慢慢, 我自己也遺忘了這個承諾 在十七歲那年, 婆婆你離開了我 我沒有機會再見到你笑 我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頑皮 上課也都留心了 曾經我也對自己的前途迷惘過 但最後, 我選了一份我自己很喜歡的工作 成為一個魔術師 婆婆, 你不用再擔心我了 我可以賺到錢, 能夠養活自己 婆婆, 你跟我說過 這個世界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地方 同時看到開花和落雪 在上一年, 我開了我自己的魔術表演 在最後一段, 我用魔術 將開花和落雪同時在舞台上出現 而我, 就變回了一個九歲的小朋友 不知道在天國的你, 能否收到這份禮物呢 是否笑得很開心呢 雖然我懂得變魔術 可以將一些看來沒可能的東西 變成有可能 但魔術就算再神奇也好 有些東西, 變不回就是變不回的了 我也沒有可能去改變 婆婆已經離開了我這個事實 不要令自己後悔這個說話 很多人都會說 但是很多人都會以為自己還有機會 到了事實去到一個沒辦法扭轉局面的時候 才會後悔 我們不可以去改變命運 但是可以把握機會 不要再坐在這裡等奇蹟出現了 立即去行動吧 雖然 servicios